可以陪她聊聊天 然後 希望讓大家知道她的好 王健民女友幫扛債不後悔 阿Ben現身臨堂哽咽太突然 我沒有出事 我沒有出事 永遠的鐵頭哥王健民 七日癌事享受56歲 好友阿Ben到臨堂送她最後一程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 那健民哥的家屬也 試著想要低調 來處理健民哥的後事 那我們相關朋友 那我們就是從方來協助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要來 送健民哥最後一程 那到時候 還是會以健民哥的家屬 在健民哥的粉專上面 做公佈為主 那Ben哥你這邊有幫什麼忙嗎 也沒有說幫忙 就是來看她 然後 來陪她聊聊天 然後 就讓大家知道她的好 在她人生最後的階段 交往8年的女優Joanne 始終不離不棄 讓人動容 上月底還PO出她躺在病床上的牽手 照並顯下幫健民哥加油 寶媽最近因為那個健民哥還有檢查處會線 我覺得生病真的很辛苦 真的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沿絡10年了 王健民和寶媽在2015年分手後 因拍戲認識了女友 我拍大愛戲時在醫院遇見Joanne 她當時在那上班走過去跟她搭訕 她現在都差不多了 沒有 趕快說心理出來後 很多債權人傳進去交往家裡面 Joanne與汪健民交往期間 知道男友負債累累 那數多年繼續幫助一同扛債 導致每個月薪水超過一半要還錢 加上房租生活費等等 現在必須非常省吃減用 而高額的債務讓Joanne一度冒出 想跟她一起走算了 但想到家人和工作才打消念頭 她繼續有Joanne跟我忙 所以我就很對不起Joanne 對妳們吃了自己 不過Joanne一點都不後悔 並表示我真的愛她 與王健民相差三歲的Joanne曾說 兩人就像靈魂伴侶 不講話就可以知道對方想什麼 他們會一起旅行 露營 王健民直播時 Joanne也會在鏡頭後方默默支持幫忙著 不過啊 兩人交往八年始終未論及婚嫁 王健民直到臨終前才開口向女友求婚 等我好了我們去登記好不好 無奈她沒能抵抗病魔 不過鐵頭哥最終一愛人間 健身前她簽了器卷 但一考量身體都是愛細胞 因此只有眼角膜可用